农民歌手大一哥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叫朱小伟 女儿叫朱雪梅 大一哥成名的时候 而女年龄还小 时光如梭 一转眼 儿子已成家立业 朱小伟平时的座驾 是一辆价值四十多万的奔驰一三百样 大一哥的女儿 平时开的是三轮车 不可思议吧 不少网友表示难以理解 甚至有网友表示怀疑 这怎么可能是大一哥的女儿呢 不会是冒牌吧 事实上还真是大一哥的女儿 大一哥年赚千万 女儿开这车 要知道大一哥一场商演就是十几万 给女儿买辆车是分分钟的事 端午节的时候 曾有人爆料大一哥的收入 2021年端午节 大一哥在河南燕林参加商演 主持人在台上侃侃而谈 当时主持人谈到了大一哥的收入 一个农民 翻身一遍 国家应该排到了三二线的艺人 他说他出场费在云贵川是15万 在河南 在我们邻居这边应该是12万 12万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在云贵川地区是15万 每年演出200多场 代言六家公司 代言六家公司 每年的收入能达到1000多 大不了 年收入千万的大一哥 女儿的坐驾是三轮车 对此 有网友是这样评论的 有网友表示 我真服气 朱志文不飘就算了 他的孩子才20岁左右 也不飘 咋回事 如果是我的话 至少也得弄两蓝薄呀 还有网友为他打抱不平 说大一哥不厚道 给儿子买车 给女儿买三轮车 不过话又说回来 即便是给他女儿买车 他会开车吗 想必应该是不会开车 如果有一天 他出嫁了 大一哥肯定要陪嫁 一辆不错的小轿车 不过大一哥的女儿 一直未找到理想伴侣 因为胖还曾被网友对哭过 人红是非多 大一哥的女儿直播 曾被网友对哭 230斤的他 终于下定决心减肥 目标是四个周期减掉100斤 而且已经付出行动 其实很多网友 都有过减肥的经历 下决心不难 难得是坚持 吃口馒头赌赌气 一定要坚持下去 203 204 206